就是風雨中順利成我們金榜冠軍 今天初八是否你也要跟觀眾拜一拜年 拜年? 我想我的拜年都很老套 都是那幾句的 恭喜發財 還有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OK 去年對於來說 就肯定是一個很豐收的一年 現在多個獎項 這麼好的成績來說 對於你就是一種鼓勵 但是另外一方面 看會不會壓力大 其實我真的覺得反而大獎 因為獲得新人獎之後 以後自己又沒辦法 再繼續更加高一級 如果萬一做不到 就會覺得很慘 提到壓力 我想接下來的日子對你來說 壓力更加大 因為演唱會是在職 在這次的演唱會裡 會不會有所提供自己? 我想唯一的突破就是 這次我可能有穿西裝 和設計得很激色的衣服 那就好久了 大家不要再穿這些東西 大家看著吧 但是你的手本名曲 也會順利地演繹出來 演唱會有一點 是 除了會穿西裝之外 還有沒有特別一點? 我想要特別當然有 大家留心注意 好,如果想看到 王傑如何穿西裝呢? 留意了,恭喜你 恭喜 恭喜